读懂食物奥秘,找到健康真谛 大家好,欢迎来到均衡营养从早开始 今天我们即将开启一段新的学习旅程 一起来聊一聊吃的话题 对于吃我们都不陌生 从咕咕坠地的第一天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们都离不开吃 中国人常说人是铁,饭是钢 而西方也说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 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同样是一日三餐 有人用来给疾病递刀子 有人却可以越吃越健康 接下来的食堂课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 吃饭之道 让我们一起把如何吃的健康这件事 做得更深入,更细致,更科学 其实为了帮助大家好好吃饭 各个国家也是煞费苦心的 每个一段时间就会推出本国最新版的膳食指南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 世界各国是怎么指导国民好好吃饭的 你知道吗 关于怎么好好吃饭 各国都有自己的膳食指南 打开它们 无论是我国的膳食宝塔 韩国的膳食平衡自行车 日本的平衡膳食陀螺 加拿大的平衡膳食彩虹跑道 美国的平衡膳食餐盘 从骨类、蔬果类到鱼肉蛋类、奶类、坚果类 全世界各地的吃饭宝典 无外乎这五大类食物聚在一起开会 食物多样性原则一目了然 以中国膳食宝塔为例 我们每天至少要集齐12种食物 每周要保证摄入25种以上食物 英国的膳食平衡餐盘 也是建议每天吃5种以上的果蔬类食物 搭配三分之一的古薯类 古薯类尽量带皮吃 再搭配2种以上的鱼肉蛋奶 丹麦的八角星膳食指南中 建议人们每天食用6种以上的蔬菜水果 经常食用鱼类、全麦 每周不低于30种食物摄入 同样的 日本的膳食陀螺汕 五大类食物料理的存在 提醒着人们每周要摄入30种以上食物 加拿大的宝典也很贴心 怕大家傻傻分不清 直接用颜色将食物划分为几个大家族 只要集齐4个颜色 就可以解锁食物的多样性 法国更是采用阶梯状的动画图形 要求每天至少5-7种蔬菜水果 每种80-100克 肉蛋每周7-10种 每周至少吃两次鱼类 并且鼓励多喝水 适量运动 吃有指南 营养有道 中国饭菜也好 日本料理也好 西餐牛排也好 无论各国吃饭的具体形式是什么 总之 均衡营养的中心思想 都统领着各国的吃饭宝典 这一条世界通用的吃饭准则 你get到了吗 看过短片 对均衡营养这条灵魂准则 你是不是也有了更直观的认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吃 吃好会被各国营养学家集体吹爆 这其中的科学原理又是什么呢 九福盛名的美国营养学专家 阿德勒戴维斯在 吃的营养科学馆里说 营养是一个个人问题 就如同你的银行卡 日记个人所得税一样 无论你高兴与否 长相俊丑 心理年龄大小 也不论你的思维是否清晰混乱 你的营养状况 决定你的容貌 行为和感觉 你摄入的食物不同 所产生的结果 也必将迥然不同 村上春树说过一句话 身体是每个人的神殿 不管里面供奉的是什么 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强韧 美丽和清洁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对于这座神殿 你到底供奉了些什么 纪录片《体内的世界》说 人如其食 不如说 人如其细胞所食 当我们把食物从嘴巴送入胃肠道 然后变成营养遍布全身时 这整个过程不是你在吃 而是你身体的数百万亿个细胞在吃 我们供奉的细胞 吃得好不好 吃的营养是不是充足 是不是均衡 决定了身体是否能 高效率地发挥出各种神奇的技能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翟凤英说 人体内的营养素不同的摄入水平 会在情绪上直接体现出来 比如缺乏被称为精神性维生素的维生素B1 就会出现沮丧 易怒暴躁的情况 而缺乏关系人体神经地质合成的维生素B6 则会表现出抑郁和急躁的倾向 会容易情绪激动 嗜睡和易怒 维生素D的缺乏会使人容易感到焦虑 疲劳和悲伤 你看 你摄入的营养就决定着你是谁 不仅仅决定你当下的此时此刻你是谁 更对你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决定你未来的健康状态 以及疾病抗风险能力 也许我们不曾想到 我们的身体内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变化 一个成年人每天大约有三万亿个细胞更新 胃细胞七天更新一次 皮肤细胞二十八天左右更新一次 肝脏细胞一百八十天更换一次 红血球细胞一百二十天更新一次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身体百分之九十八的组织细胞 都会被重新更新一次 可以这样说 一年后的我和此时此刻的我 也许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 正如中科院张树正院士说 如果我们在当下给予身体细胞需要的优质材料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会收获一个相对此刻更健康的自己 事实上人类上百种疾病都可以通过调整营养素 给予补充细胞修补材料而得以根治 以免疫细胞为例 我们知道人体的免疫细胞与入侵者之间的各种短兵相接 拼命厮杀几乎每分每秒都在进行 尤其是当我们感染细菌病毒之后 免疫系统被激活 身体可以在一分钟内就制造出20万个新的免疫细胞 在这场战争中要取得胜利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力兵莫马 是军备强大 是弹药充足 我们已经熟悉的VC可以促进抗体 替细胞的产生 维生素A可以调节自然杀伤细胞的数量和功能 支持巨噬细胞吞噬病毒 VE可以减少炎症损伤 而此次新冠研究发现 维生素D和新的缺乏 会让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 并增加严重性的发生率 此外 VB6、VB12、液酸、铁等 对粘膜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 都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你看 这些营养素在我们身体内 打的是一场配合精良的集体战役 一旦润意粮草缺乏供应 势必会影响到这场战役的成效 你所吃的食物不是食物 而是筑起健康城墙的修补材料 而你所掌管的厨房 可能并不是厨房那么简单 而是一个营养的秘密花园 有了这个认知 吃饭也将不仅仅是吃饭 食物里的营养素会跳出来 认认真真的听你的调度和安排 全心全意的为自己的身心健康站台 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么多 相信大家也知道了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吃这件事 给身体带来积极有益的影响 把我们自己塑造的更加强大 更加健康 下一期我们将开启基础营养的探索之旅 首席营养素蛋白质等你来认识 我们下期见